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是美东生9月15号 这个节目是由我跟Neo先生给大家一起来带来的 好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是两个新闻 第一个新闻是什么呢 就讲这个胡塞武装啊 今天他其实实际上是 竟然用一个好像是一个洲际导弹嘛 竟然去攻击了这个以色列 然后呢以色列国防军呢 他去拦截了这个胡塞的这个武装这个导弹 实际上我是觉得这个胡塞武装也是挺厉害的 还竟然搞了个洲际导弹对吧 当然了我们实际上我们也知道 这个胡塞武装的这个这是怎么来的 那内塔尼亚胡呢誓言报复 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报复的这个问题在于哪呢 关键我们还要非常要看 这里面有个看点啊 第一个呢 他主要是因为他说将在这个纽约联合国发表讲话嘛 那这个讲话他肯定不可能只讲说胡塞武装 对吧 多么多的邪恶对吧 那重点他会讲什么呢 我的认为啊 他这里面会不会有一个事情 就是说他会把这个到底说的这个导弹是从哪来的 他必须要讲一下对吧 那你说这个胡塞武装就像一个村民对吧 就是他就是一个农村的一个就是村斗组织 在我们中国国来看 那就是个村斗组织 他竟然还能有这个洲际导弹 那他这个导弹是哪来 他肯定要说一下 第二个呢 你说你要如果是只是对付一个胡塞对吧 那你胡塞背后的要不要对付 那胡塞背后 那到底你要延伸到哪一步对吧 你如果仅仅延伸到 比如说这个伊拉克对吧 比如说是伊拉克的一些邪恶组织 或者比如说巴勒斯坦 那这个可能就有点小 但是呢 如果你要牺牲的话 你会发现 他最终能够深入到中俄这一方面对吧 那你是不是也要对这个中俄一 至少是这个伊朗你要发现挑战 这个是 这个报复 他能不能到这个承论 这也是我们一个看点之一 那对于这个事情 这个尼佑先生 你有什么看法 好的 谢谢Satoshi 事实上本身来讲 这个 内坦尼亚胡 说誓言要报复 当然是针对 不但是胡塞武装 而且甚至有可能是包括伊朗 派下的这些真主党 甚至于在这个中东 总是在惹事 甚至于不排除 甚至在加萨庄 这里都会有一系列动作 其实更重要的是说 这个本身 他这个武器的来源 到底是从中共 或者从俄罗斯 其实事实上不言可遇嘛 那事实上我相信 其实内坦尼亚胡 是否想要借由联合国的这个机制 来去向国际反映上的事情 我觉得可能要看本身国际局势 是否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步骤 或者程序 毕竟直接来讲的话 现在整个以色列 是属于一个战争的状况 所以说事实上 他直接反击 也不是说完全不行 而且以一个合法的角度来看的话 以色列事实上是具有一个合法 而且是具有一个道德制高点的 所以说其实 如果说现在针对胡塞武装 甚至于 比如说为了要去掌控红海 甚至于说 包括这个运河的部分 那以色列是否有更长远的规划 那本身来讲 对于真主党的一些进攻 还有因为本身来讲 伊朗他这时候虽然说 感觉上任务系无声 但事实上 伊朗本身在 以色列所从事的这些 破坏的行为 攻击的行为 以色列是否有相对的来讲 进行针对 比如说伊朗或者真主党 甚至于像今天 所发布出来这个胡塞武装 以色列是否本身 也有这样的能力 去进行反渗透 然后进行 比如说像对伊朗国内的 这个政权的颠覆 事实上这个都不无可能 所以说其实本身来讲 在现在彼此之间 越去白热化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最重要就是 应该说其实贵在神术 而且其实最重要就是 本身来讲 我们这个 如果以西方国家来看的话 我们有一些政策跟战略 最好是保密的程度 保密的越好 越高越好 然后甚至于 可以来做一个 以实力来去突破 本身在中东地区 这些导弹分子的 所想要去从事的 这些颠覆行为 那事实上我相信 这个绝对会对于中俄来讲 产生一定的这种 负面的心理状态 所以说其实本身来讲 以色列现在其实不用多 就是把中东的这块局势 守好 甚至于在一个蚕食 进吞的方式 慢慢的缓步前进就可以了 那至于说 你说这些 被狗急跳墙 然后偶尔拿这些洲际导弹 甚至有可能更好 更深的 甚至拿核张弹都出来的话 其实我相信西方社会的话 都不会意外 所以说事实上就是 针对现在到底 俄罗斯的这些小老弟们 想要继续去捧这个 不管是普丁或者习近平的臭脚 要捧到什么时候 我们不得知 毕竟这是他们的一个 末路狂奔的一个 终极的一个效应 所以说其实讲的很简单一点 就是他现在即便 想要在红海 甚至于在一些关键的 这个国际的金融的 那个航道上面 占地为王 其实这些都是需要 美国跟以色列来加以去排除 然后甚至于要维持 整个国际航道的一个畅通 然后甚至于在整个 海权 陆权 空权的部分 都要占有一定的优势 那我想这应该是 目前以色列正在努力的方向 只是我们不晓得就是说 目前在两边相互对抗 对峙的时候 本身的这个 这个拉锯啊 到底是什么样的时候 才会是一个更好的一个 这个 比如说像内部颠覆 到底是什么时候 才会是一个更好的时机 其实都不得知 他必须配合 就是像俄罗斯本身在 乌克兰这里的战局 还有本身在日本海的战局 我相信这个全部都是联动的 但事实上 我觉得最后面 我再提到一个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 美国在今年三月的时候 已经把中俄一朝 这个四国 不管是他们怎么样的一个攻击防御 我相信在核设施 跟核威胁这部分 美国已经定性 已经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定性 就是说 只要一旦战争开大 这四国的一个一起联动 是在所难免 所以说现在事实上 美国所要去遏制的 绝对不只是本身 他们这些中俄一朝 本身的核设施而已 更重要的是 如何去防堵 他们这些中俄一朝 对于平民机构 对于因为他们这些导弹的不够精准 导致平民的伤亡 他们现在其实西方社会 包括美国 英国 甚至于法德这些 他们所在意 就是如何去减少平民的 最少的伤害 那这才是真正的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那这个事实上 需要有大量的一个防卫的机制 那至于什么时候 是可以做好的部分 这个就必须要看 美国跟整个北约联盟 他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一个实力 推展到什么样的一个部署 那这个东西都是环环相扣的 而且很重要就是 在这个两个月的时间内 必须把这个时机给抓好 不然事实上 很容易就被中俄一朝 趁虚而入了 而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地方 好的 撒脱戏 好 那我在这一支补充 再补充两点 就是说这个 为什么说这个胡塞武装 这次他就很恶劣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洲际岛呢 它是什么都可以载的 不是说就载一个普通的岛 因为它是来 它主要是因为它是拦截的 如果没拦截住呢 这里面是不是核武器呢 我们都暂且不知 所以说呢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一次这个以色列 为什么如此的恼怒的一个 一个非常重大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呢 是 但是呢 这里面是不是一个局中局呢 这是我想分享 第二点是什么呢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这毕竟我也不是 这个以色列国防部队 对吗 我也 我不可能知道 他们到底是不是一个局中局 我们其实知道 这胡塞其实实际上 我们是早在 这个路德很早的节目就说了 胡塞是有足迹倒战 而且绝对是中俄一送的 但是你 但是呢 这个中俄一 它就一点很鸡贼 你让这个胡塞啊 一个不是一个政府的 一个这个恐怖组织去做 对吧 你到时候呢 要出了个事呢 大家都没人负责 但是它能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就起到啊 这个以色列国防军 它到底它有多大 这个拦截的力对吧 拦截点在哪 它就让这个胡塞去试 我相信它也有让胡塞去试 这个意味在里面 那这个以色列国防军 它可能其实早就想让 这个胡塞武装 他们去 去升级一个这个东西 他们呢 是比较有信心去拦的 那果然的 他这次拦截了以后呢 就知道你大概胡塞 可能就是说你这个胡塞呢 或者说这个中俄一的 这个导弹 是射能力 也就如此了 当然 只不过 我是觉得呢 这个第二种呢 就有点玄乎了 为什么呢 因为 拿中级导弹 去做这个实验呢 可能不是特别的科学啊 这只是我个人看的 所以呢 第二点呢 可能概率比较小 好 那我们再进入了一个 下一个话题 这个第二个话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英国 英国外交大臣啊 这个拉米在这个15日表示啊 这个已经增加了 对这个乌克兰 这个军事援助支持 并将提供的 这个650枚导弹 啊 他这个翻译有点 有点牵强啊 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他其实是 决定把这个650枚导弹 作为这个军事援助 已经给了这个乌克兰了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就意思会 说简单一点 就是要给乌克兰650枚导弹 就那么简单 然后呢 这个本周的早些时候呢 这个拉米 这个国务卿呢 一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一起访问基辅 拉米承诺 只要战争 还在持续 那每年就会给这乌克兰 提供30英镑 用于武装装备 那其实从这件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见 那大家的这个牌呢 其实越打越明显 过去欧盟 从来就不说 对吧 支持乌克兰 也有很多国家 他说啊 我反对支持乌克兰 对吧 但实际上 各国的武器 都是慢慢在往里面去 援助和投入 对吧 或者是以各种各样的这个名义 比如说有自由民兵 这个名义 去帮助这个乌克兰 那实际上 这就是一个 我个人觉得 这就是一个 这个 这个 这个逐渐打名牌之后呢 就说说明啊 这个事情是在升级的 大家呢 也就越来越不装了 对吧 那大家都一直 一点一点的 去升级到这个 这个战争里面 而且呢 我们早期时候呢 其实这个乌克兰 这个俄罗斯 他已经说了 他要对这个美国 要对这个北约宣战了 那其实他讲到这个份上呢 我相信北约的所有国家 也没有必要再去遮着眼 就直接 又直接可以对这个乌克兰 就不是对乌克兰 对俄罗斯出牌了 对于这个事情 这个你有些 你有什么看法 好的 谢谢Satoshi 事实上 刚刚Satoshi 所分析的那第二点 我非常非常的支持 跟赞成 因为本身来讲 有可能胡塞武装 也既有这样的一个 应该说中俄本身来讲 他们不愿意出头在前面嘛 借由这个胡塞武装 来去做一个 洲际导战的一个测试 来测试反映本身 以色列跟美国的一个底线 甚至于有可能他们本身 在军备备战的一个状况下 到底是已经准备到 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那最重要也是一个 态度上的一个测试 所以说其实 整个来讲的话 然后结合到现在 英国又愿意在 俄罗斯已经在联合国 发布说 只要任何的长城的一个导弹 由乌克兰射入 这个整个俄罗斯的境内以后 他即将对美英来去宣战 那在这样的一个非常 赤裸裸的一个 事实上其实就像路德所说的 即便俄罗斯在这样 有前提 有设定条件的情况下来说 他想要跟美英来去宣战 可是事实上本身来讲 就已经是宣战了 所以说其实不用 不见得说 一定要前面的什么条件达成 还是干嘛 而是说本身来讲 这样的一个机制 就会触动了 整个触发了 整个美英在整个 国防的一个方面 来去做抵御跟防御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东西 其实对美国来讲 他要的就是俄罗斯 这一个主动宣战的一个结果 那事实上其实路德 有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说真正厉害的猎人 是扬装自己是一个猎物 然后事实上 整个的主动跟被动 感觉上好像俄罗斯是很主动 可是事实上 他有可能是被于情势所逼 所以说其实 终关整个一二战的 这个结果来看的话 不管是希特勒 甚至有可能远到之前 更早的撒谎的时代 我相信路德 其实在之前几个节目里面 都已经有分析的非常到位 所以说其实讲穿了 就是说美国现在所从事的这些 不管是战略也好 或者是战术也好 事实上他都很精细的去算出来 藉由实力的一个展现 去让整个中俄本身来讲 在不得不的情况下 去往前推进 那事实上这个整个推进的过程 到底是俄罗斯本身 他们就由主观意识去所发动呢 或者是表面上是主观所发动 可是实际上却是客观环境所迫使 那这个东西事实上就是美国 跟这些西方北约组织 所高明的地方 那这个东西其实 我相信其实普丁跟整个习近平 他们心里面不是没有盘算 那当然他们在目前整个 尤其是习近平在整个中共国 经济不断的萎靡的情况下 虽然说他不在意这个民生的生活的水准的低落 或者甚至经济的萎靡不振 但是我相信他绝对有那样的一个雄心壮志 想要去维系他的政权 那我只是加上这个本身来讲 我们一再在路德社所宣传的就是内政及外交 当你本身这个内政本身来讲已经焦头烂额 那这样的情况不只是发生在中共国 我相信俄罗斯在整个被制裁之后 其实他的民生在这方面也只是一颗未爆弹而已 那其实我们在路德社 其实路德本身来讲已经做过很长的铺垫 就是说两边其实不只是制度 不只是军事实力 甚至有可能是生活习惯的一个最大的比拼 那这个东西事实上讲的更简单一点 就是当你本身美国它借由民主制度 不断的发掘问题 不断的把问题明面化 然后不断的去解决问题的一个结果 会导致这些独裁国家 它不断的去遮掩问题 不断的去覆盖问题 也就是好几个瓶子盖不了那么多的瓶子嘛 所以说其实当你的瓶盖都不够用的时候 你这么多瓶子冒出来这么多问题的时候 当你内政无法再去用维稳的方式来去 去镇压的时候 那你是不是你内部的一个分裂的一个 政治上的一个动荡 反而容易造成你本身对外的一个失利 没有办法起到作用呢 所以说其实很简单的就是 当独裁国家 它不断去掩盖它内部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必须要透过资源不断下放去镇压老百姓 去维稳的时候 相对来讲 那你的本身的弱点就非常赤裸裸的 展现在这些西方国家 那其实美国很简单嘛 就是把你内政搞乱 让你整个政府下台 那他就赢了 所以说他不见得一定要说靠军事的实力来去战胜你 可是事实上他方法很多 所以说其实整个这个 从整个局势来看的话 我相信其实路德社已经做到非常具细民意的剖析 那只是说我相信普丁跟习近平本身来讲 他们现在是困兽犹斗 他们当然不希望他们在这个这么风光的时候 突然间放下这个权力 那其实这就是他们最大的一个应该致命伤吧 那其实美国跟英国这些西方国家也看得很清楚了 也就是当你越练占权位的时候 这也就是你最大的一个致命伤 那事实上我们该怎么打就很清楚了 好了 萨托西换给你 好 那这个感谢这个尼尤先生的精彩分享 那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就就这么结束 当然了 这个后面这个话题呢 我相信后续的话题是原文不断的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这个路德社 路德社的消息 也也希望大家加入这个路德社会员节目 再见 再见